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国男星金秀贤6日就要在台湾举办粉丝见面会 没想到活动前夕却因为他前几天在Instagram上传的照片 因为姿势跟金志愿在台湾拍摄的照片太过相似 传出金秀贤根本在放闪 而他也紧急把照片删掉 爽放公司对此作出回应 周遭人士也针对两人恋情分享详情 金秀贤原本在Instagram上分享4张照片 只是其中三张以为跟金志愿发的照片动作太类似 引来许多类之女王的CP粉注意 不少人认为根本是在发Lobstagram放闪 虽然并未说明原因 金秀贤却立刻删除相关照片 也不少人留言开玩笑 被金志愿骂了吼我们早就知道了等 然而童星出身却因酒驾毁星途的金赛伦 在类之女王热播当下发了跟金秀贤的亲密照 甚至一度传出两人曾经交往 金赛伦最后并没有说明分享照片的原因 但当时的确一度影响金秀贤与戏剧 也因此外界普遍认为金秀贤会更小心处理上传照片的事情 不过根据周遭人士的说法 金秀贤跟金志愿的恋爱传闻完全不是事实 而且双方的所属公司也发布声明 表示不会一一回应毫无根据的恋爱传闻 只是公司并没有正式出面否认 仅表示不会一一回应 反而让许多深陷剧中的CP分有更多解释空间 眼泪女王是金秀贤魁为三年的戏剧作品 加上日前在首尔的发布记者会上 展现出跟金志愿之间绝佳的CP感 早就让观众期待度爆棚 日前剧组接受台湾媒体访问 不过本作可说是充满爱情 戏剧家庭剧等要素 让金秀贤一开始拿到剧本就难以消化 尤其肉麻台词更让他直呼我真的非常尴尬 对于首度跟金秀贤搭档演出 金志愿坦言一开始就觉得既兴奋又紧张 实际合作后看到金秀贤不但戏演得好 也很会整合现场工作人员 深感金秀贤不愧是金秀贤 他也称透过这次拍戏学到许多 金秀贤这次饰演的是入坠道百货公主洪海人家门的超市王子白贤佑 尤其预告中还有不少看起来怕老婆的搞笑场面 让观众倍感期待 不过金秀贤认为 与其说怕老婆 不如说这个角色对老婆掏心掏肺而被牵着鼻子走吧 他也分享本作的亮点在于白贤佑都决心要离婚了 然而过程中到底是出现了怎样的反转再反转 让白贤佑又成为深爱老婆的歧奴 就如本作名称《泪之女王》一般 金秀贤在剧中有不少哭戏 然而气氛有搞笑的也有严肃的 金秀贤坦言这种复杂性让他在被戏时吃尽苦头 白贤佑有作为先生儿子女婿 作为百货公司法律团队组长的各种面向 戏剧也混合了各种类型 爱情剧家庭剧喜剧疗愈剧 所以我曾想过还真的是怎么会这么难靠近角色 怎么会这么复杂 不过金秀贤感受到自己在爸爸 在朋友面前都会有不同面向一般 因此在白贤佑之中把这一切身份融合起来诠释 金秀贤也称他最喜欢 也最想要的就是能让人又哭又笑的元素 而白贤佑就是最适合这种需求的角色 至于最让他难忘的一场戏 金秀贤先剧透就是在德国跟金志愿对戏的场面 他透露这场戏的情感非常强烈 不论是拍摄当下还是拍完之后 我们都都需要花时间去整理我们的悲伤跟痛苦 他还说幸好尴尬的台词就是刚进剧组 金秀贤跟金志愿私底下还不熟的时候就要讲 所以这些尴尬就相当巧妙的配合当下两人相处气氛 而没有露线 随着两人私底下关系变熟也都能充分诠释爱情戏 拍起来也相当顺利 现场主持人也询问大家是何种女王或王子 金秀贤称金志愿是体贴女王或专注女王 因为金志愿在片场上非常专注也很告住他人 轮到金志愿帮忙取名时 他一时之间想不出来 让金秀贤笑翻说不用硬帮我取了 不过金志愿仍分享金秀贤为人风趣 在片场带给大家许多能量 尤其自己原本进居组还很担心 不过跟金秀贤搭配下来就放松许多 还称赞金秀贤体力超好 就连拍完戏都还能量满满 连原本拍到一半而有点疲累的自己 也被金秀贤感染活力而顺利拍完 韩国男星金秀贤正在举办粉丝见面会 2024年他一类之女王再度登顶浪漫喜剧之王 不过回顾他的演戏生涯 除了总是精心挑选截演作品之外 更有许多敬业表现 不仅曾为了拍戏 而在冬天跳河30次 更为了狂揍沙包 打到手指脱臼 劈开肉绽 本人却还喊我要更用力 金秀贤走红全亚洲的关键之一 就是他2013年跟全志贤演出来自星星的你 由于剧中他饰演都教授 为了能传神演出外星人 当他确定截演 就申请旁听所属学校中央大学的了解宇宙课程 不过其他学生不知道这件事情 走进教室的时候还很疑惑 他怎么会在这边 据同一门课的学生说法 金秀贤非常认真听讲 不过有时候也会装作有听懂 虽然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相关问题时 金秀贤相当低调 但中央大学有规定不同科系的选修课程 电影戏剧系的金秀贤一定要特别申请 才有机会旁听理科学系的课程 梦想起飞Dream High GH是金秀贤第一次担任主演的作品 他在其中饰演追求明星梦的乡下青年 为了演出这个角色 金秀贤在JYP娱乐当了三个月的练习生 也跟着公司里头的老师学唱歌、跳舞 并与JYP旗下的练习生交流 金秀贤在这三个月历经艰难 但也感受到这三个月中的艰辛 却是许多练习生要在数年中必须忍受的 不过没想到金秀贤也借这个机会 发现歌手必须要在三分钟展现歌舞实力 并掳获粉丝心 他对这件事深感兴趣 甚至还思考过是否要转换跑道当歌手 此外金秀贤在圣诞节会下雪吗 饰演男主角车康震的少年时期 有一幕戏使车康震要跳到河里 把爸爸的遗物捡回来 金秀贤就为了这场戏 在寒冷的冬天跳河跳了三十次 演出兄妹秦深另一维巨人时也相当敬艳 他演出李承睦的少年时期 这个角色充满复仇之心 一场要狂打沙包的戏 金秀贤拍了十次 没想到他拍到皮开肉绽 手指关节脱臼甚至手上缠着的绷带都渗出血了 即便金秀贤本人也觉得痛 但为了能呈现出更写实的场面 他还说希望我可以揍得更用力 由于金秀贤卖力演出 这让导演更投入拍摄 最后拍了二十多个镜头 然而最后只有播出他狂欧沙包后 整个失去力量打沙包的画面 让他有点失望 金秀贤手上至今也留有 当年因为打沙包而受伤的疤痕 金秀贤出演过多部高收视的韩剧 包括《拥抱太阳的月亮》 《来自星星的你》 在韩国拥有超高知名度 神手观众喜爱 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金珠娜 也在演艺圈闯荡 却屡屡被酸 利用金秀贤出名 让他超受伤 金珠娜曾参加韩国选秀节目 Produce 101 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 让他备受瞩目 也曾唱过韩剧上流社会主题曲 但网友却不领情 不停炮轰 他是靠着同父异母哥哥金秀贤才会轰 而他一再首尔举办见面会 正式出道 面对媒体提问有关金秀贤的问题 他都小心翼翼地回答 也表示会努力做好一名 不让哥哥蒙羞的歌手 希望外界不要模糊焦点 但网友依旧不领情 恨批他别再沾哥哥的光了 对媒体提问有关金秀贤的问题 我们就能够做好一张 我们就能够做好一张 我们就能够做好一张